平时的视频开场呗 比如说大家好我是川哥 然后另一个开场呗就是 可能还是向书里介绍一下 是哪里的 然后基金连生的 两个版本的自我介绍 好可以可以 我的真名叫河川 是四川大洲十八人 1970年出生 但是生活在一个 农村普通家庭 我十八岁 就开始学这个里娃娃家 在工地上干活 2023年就到洋海一代 服务家去打工 跟老婆一路 一打就是十七八年 所以说在服务家那边 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工 现在就是在老家 工地上干活 好谢谢 然后再说一个今天的开场呗 比如说大家好我是川高 大家好我是川高 大家好我是陆明公川高 打工人打工粉 打工都是人上人 干活人干活粉 干活都是人上人 想问哈川高你 从一八年开始拍视频 当时拍视频的一个奇迹是啥 就是是啥 导致你有了那种 想拍视频给大家分享生活的一种行为啊 嗯 二零八年那个时候我在福建大工 我也平常啊 喜欢发朋友圈 所以看到那个很多人都在网上发 那个视频那些 我就是跟日子那样的说 所以经过他的那个 就二零八年 就给我注册了一个号 叫陆明公川哥嘛 就开始做自媒体 拍短视频 反正就记录一个真实的 打工人的生活在外面 当时我们在外面就是住的房子嘛 啊 记录啊每天上下班 晚上吃饭啊 在工地上干活啊 中午切的啥子饭啊 都分享给大家 就是你最开是 片视频的一个初心是啥子啊 我有没有啥子才艺 也不会表演 也不会就是说 啊 去搞人笑那些 这些事是在这里啊 记录自己 呃 奔着的模样 分享给大家 就是奔着一个 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一个初心是吧 啊 对对对 哎 我看大传播前 各个平台的粉丝量啊 去家庭又几倍玩了 嗯 达到哪样一个成就 是你当时有没有预想到了呀 真的是一想不到的事情 啊 就是像我们刚开始的视频 也拍的很枯燥 说拍的就是不好嘛 不管是 那个 发指啊 说话那些啊 还就是 搁搁镜头啊 都拍的不好 所以说 一直啊 本时长不起来 就经过我 就坚持一样一样的坚持好 第一样第二样 有所好赚的 我平时也在这个视频上面 看那些大咖 他们就说拍的好的那些啊 有那些人他也讲嘛 我专门就说去看 我专门就说了 都是五十多岁的人 确实敢养器人 还是差点圆 人嘛就是 学到了 住到了 慢慢的了嘛 所以就坚持到 现在呀 坚持到屋檐下了 我又传过说是 黑亮 你现在达到一个成就 一个是直接的一个坚持 或者 还有一个就是 也离不开 家里面的一个支持 是吧 对对对 嗯 像我还传过一些 现在又有那种 直媒体好 他做起来了过后 他可能都专行 专门做那种直媒体了 然后他那种来迁 因为会比较快一点 也没得那么累 那你以为还是没有 接到那些分私 那进行一个直媒体的专行 还是选择在那种 公地上很辛苦的工作啊 就是啊 现在呢 我看到很多的就是 这些情人 有的私信我 他说 他一全我几百万回事 可以不在公地上去干活了 可以 去直播带货呀 可以专门就是说 做自媒体这方面 就是哈 我刚才说的话 全我们五十多岁了 确实对网络 这方面呢 还是不精通 还是就是网不转 还是在公地上干活实在一点 这个网络上的东西 做不好就做不好 做不下来就做不下来 也没有办法 在公地上我们收益 反正就是 有饭吃嘛 握不到 也站不到 就是说还是在公地上干活实在一点 就是这种可能还是自己觉得熟悉一点是吧 啊 自己玩转一点 对对对 因为那个自媒体网络上的东西 也说不清楚 像我们也不 很多事情也不懂 看不透 啊 还是觉得可能每一天在公地那种 实实在在那干活 觉得自己心头更踏实一点是吧 啊 对对对 我跟那个学生呢 分师朋友都说 做人就是要 他他是做人 老老实实是干活 嗯 打传工 就是黑道那种 嗯 就是大家在网上活了过后 他其实都会有一些 好的言论 以及不好的言论 他就是有点那个 一说一的 我把我的事干好就好就行 啊 就是就是还是会屏蔽掉那些不好的声音 专心做自己的事是吧 是吧 一百个人 他有百个人的手法嘛 是说 那个是 没啥子的 有没有对一些 大家同为搭工人的一些祝福啊 我们在公地上的 不管是在国外国有的 都不容易 生活都不用以外还必须得加油 所以说 劳动是最光荣的 好的好的 谢谢说过 大概我们都是聊 就是说一些那些 讲到的 讲到的 有文化 这方面的讲不好 啊 哈哈 你说 那个 国际学说讲的很好 都是 大家都听得紧缺的那种 反而是 有些时候你可能 讲的太官方 大家觉得太官方 然后反而就是不打听那些话 嗯 就是你那个常处 大家都喜欢你的一点 都很好 对对对 压力压力 就是说的实在话 说的实心的话 对对 好感受得到 谢谢创逛 好好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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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